大家好,我是五仔 哇,这一节河马的新闻要跟进 穿了草回大陆,有人说天水为酒店 现在说到集体炒车 其实是深圳会展中心的酒店 多少钱呢? 为何这个肥婆这么有钱呢? 难道真的Youtube赚了很多? 另外我们会谈谈郑忠基那件疑似出轨的事件 在这个节目时回应了最爱哪位员工 最喜欢哪位员工时已经有蛛丝麻跡 慢慢讨论这两位娱乐风云人物 请大家按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下一节我们来谈谈大妈春 大妈春也挺有钱的 在这个讨论区的人说 这次真的猜错了 有些人还在五仔里留言 你们做功课吧 叫我在哪里做功课 在无良军司的台上做功课 因为我发誓我从来没看过无良军司的节目 大家都是说了 有人说他不是回大陆 他去了天苏尼酒店 原来有网友找出了那个地址 就是在深圳会展中心 叫福田CBD店 就是那间酒店 因为那个里面的所有东西可以是一模一样的 在网上你们的关注组就看到了 真是穿了草回大陆 老实说 他如果不是穿了草回大陆 他开YouTube 他懂得一条春 做这个什么 他在内地也可以播放YouTube 那个里芝柴 不是说粗口 只是有个里芝柴 真的在中国大陆都可以翻墙 VPN做YouTube直播 YouTube东西 他不懂的 他就做抖音直播 现在就研究什么呢 这条肥婆很有钱 707元一晚 他住的地方是分床 行政商床房 这么厉害 行政商床房 看到平方米 我现在懂得转成尺 因为日本买楼都是做平方米 32-35平方米 我告诉你那里大概是350-400尺 但是分床份 他和可伯似乎没有了15000次 分床 你们说他没有性 没有人性 看到的 有没有性爱 分床就未必没有性爱 未必没有 但是有人说 以前阿伯就做主动 吐他 现在阿河玛就天天开视频 吐他 我们都听到的 说粗口 又骂他 又发神经 但是依然带阿伯走路 其实河玛真的玩不了多久 他 很搞笑 他是不愿意和可伯伯睡在同一张床 他可以选择的话 他也选择雙人床 682元一张大床 707元两张单人床 他选择两张单人床的房间 他现在算是友情 是爱还是责任 是穷 怎样好 真是穷 他自己 背上身的 这件事 骑虎难下 但也不是说 他未去到最可恶 他最可恶就是 吐 好吧 不可以在我屋里居住 你走出去住就可以了 有更多避暑中心 避寒中心 我带你去那里睡一觉 人知现俊 拿707元来租酒店 你老板不做事 拿纵援 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来租酒店 你听过粗口吗 大妈春 拿纵援拿多少钱 可以用到707元去住酒店 很厉害 我不捨得 我记得那时候 在深圳住酒店 我住了二百多 二百多元 现在没有了 因为很多香港人上去 玩贵了 正值还要抵死 我们真是抵制成功 为什么呢 你们最开心的 听到这些 昨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多 香港人上去 北上去 烴骨 变成了全生生沉黎 回家 星期五 过夜 人家的厂 飞追人6 走过去那些 找女生迎面 怎么会成功 正是什么时候起家 他們选買一家贵的 有 stato做外套 浪費了房間,但還是要去,匯展站都是隔兩三個地鐵站 近一點 其實707元可能香港有些賓館 他不是很習慣好東西,兩元車上到去 可能出旺角他覺得車費更貴 旺角有些賓館是幾百元 這些東西他是捨得的 見他不斷虧,每天不斷虧 每一天他只需一百多元 一個月真的很好吃好住 但我覺得他們這段情節很快就玩完了 707元晚,我相信你整個月都可以住在酒店 用來搏腳 哎呀,半夜被人搶走 半夜被人搶走,唯有搶走 沒理由回陽光 大哥 你行我都不行 顛背流離的生活 即是凌晨,隨便兩三個小時上去匯展站 下腳就算了,搏腳 是否捷虧 你說,活該死的 撿過伯伯回家,以為人家有四百五 四百五十萬其實都不是很多錢 我們計算過數 四百萬 一人花兩萬 四萬元一個月 一年四十八萬 你那裡就是花十年 你之後怎樣 我會賺錢嗎 你講到花錢和錢賺錢 你現在能賺到錢嗎 我不知道,可能他真的有錢 他之前抖音出了糧 有課監 他見有些傲仔 見他的笑容 整兩天手撕他的面子燈 好像很過癮 那些是錢 他可能真是 你看小婆婆 製作了三個月玩紅 開了兩個月直播 我正在那裡 都蝕聞百聞 你這班傻傻 他最喜歡講他的言語 就算你有錢 你也很糟糕 你晚上凌晨要走老 他有 但不會真的這麼有 有就不用回來住公屋 暫時 屈住蛇 這樣消耗法 一天花一千元 這裡 都要喝喝吃吃 住屋的707港元 真是一千元 我想他一個月的肥費都不簡單 香港政府給那些縱緩 給到多少錢 究竟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生活 要檢討一下 不過這個真是 OK仔賺了錢 我也要賺一賺房儲 真是做到事 真是不讓你屈射 肥婆 你看到她都 你說她沒有人線 她做起做全套 其實她心知都拿不到那塊錢 就是這樣 你追得回才算 一邊一個催 你每天睡覺 你自己思想整合 那個腦袋 你就知道 根本很渺茫 我等你兩三年 哎呦 你慢慢使善 到我爸爸身上 她完全都拿不回來 到最後 你拿得了全部嗎 我頂了 你走吧 肥婆 欣尼姐姐都說 你是聰明的 你離開香港 為什麼呢 你那裏五個子女 你那裏一個人 六份 四百五十萬 六七四十二 七十多萬 你這裏打官司打兩三年 七十多萬 我剛才說 一人兩萬元 花一個月 四萬 一年四十八萬 年多兩年都未夠 花完 要分給你那份 你傻婆 你如果沒有那麼紅 你夾過另一個阿伯 你一樣可以 所以她那時候想著 找美國 黃叔 加拿大小丑 一早應該斬籃轉軚 你只要洗阿伯的錢 還要給人 你說她打骨 不喜歡 冤口冤臉都要站在你身上 他真的想起都會打硬陣 冤孽 竹蟲入屁股 他這個人 你說他混濟 其實這些東西他自己拿來 有些人說 你根本是避害妄想症 你個個都說 你衰黑粉 死黑粉 什麼黑粉 不是黑粉 有什麼黑不黑粉 你自己有事被人拿著 你說合情合理 我們真的沒有問題 不會被人抓走 那你又要走 凌晨 是不是 房屋處都不行 叫你加名 又不加名 死都不加什麼 當然是一間公屋和 待會他要離婚 阿伯說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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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知道嗎 神經病 你分成四百五十萬 又好 阿伯說有份 阿伯說有份 你跟我玩 我現在和他爭 爭回公屋 你混蛋 中間你拿紙巾隔開他 對 我爸爸有份 總之我有份 是不是 他怕這些 所以你看個人 人性 你看他短暫 七八零七元 一晚酒店 他肯付出 大間公屋 為何死都不肯加他名 他到時候有什麼事 你欠錢 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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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的爸爸也不行 有問題 另外 那時候還沒說 他兒子在家裡怪叫 怪叫 有人說他弱智 有一些報道 小道消息 葉寧自己說 肥婆 大媽春 兒子四歲的時候 發交消 然後交交的時候 大概只剩十歲的哲宵 這是無從稽巧的 老實說 因為他兒子有沒有出來做過自力測驗 你說他兒子弱智 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弱智 當然有一部分 智障那些是有問題的 但有些人 是沒那麼聰明的 你看他 其實 在大家眼中 你都覺得大媽春是弱智的 他現在是聰明的 就不會夾一包 你這些是婦女 婦女你又拖上身 你自己夾的 你自己煲湯給別人喝 現在沒有煲湯很久了 是不是 就是了 真是 弱智 這個真是弱智 整件事就弄成這樣 你不抵可憐 你說真愛 真愛哪有這樣 捨得在公眾面前這樣鬧發 人也有自尊 是不是 你是這樣 弱智 真的 不愛就不愛 我們看到的 可以不愛 還是不可以傷害 他不是的 大無私讓 這樣傷害過阿伯 我不心痛 阿伯自己拿來 你自己承受的 難道我五仔叫你 追我肥婆 你自己留來自己用 現在這樣用 有人說 恆災樂禍 你自己搞出來的 你自己搞個喜劇 搞笑 鬧劇出來 你不被人笑 你不搞我 沒什麼看 沒什麼看就自己不笑 你要搞不笑 就不給面子 你一定想著 向好的方面發展 白癡 報董長 勢望 搞到自己 捉蟲入屎乎 大媽春那裡 就很傻 看看有什麼新的跟進 另外再說多一點 鄭忠基 鄭忠基現在怎樣 原來回應 最喜歡公司哪個員工 回答極度曖昧 與你經歷關係 惹霞想 你們什麼都想了 人家老婆又說了一段 阿薩又說了一段 連何慶湘 是不是叫姓何 有沒有記錯 不記得了 雙雙 雙姐 都搞了一段 是不是喜歡她 有些人炒這些 那些報紙 那些報紙 說到這麼多年來 都不會面對壓力 以及不成熟的人 這樣 這樣認衰仔 我覺得她不會不會面對壓力 她這樣說就這樣聽 原來 我們看回那個機動電視台 超過六十萬訂閱的時候 當時搞了個Q&A 有些人不知為何解釋 Q&A就是Question and Answer 意思就是問答 有觀眾提問 最喜歡公司哪個員工 鄭忠基 國有特質 最喜歡 需要時幫到手的人 最後大家起哄 說出Judy的名字 而當觀眾問 和雙雙何時找到男朋友 鄭忠基和何慶雙 一起表示 這些我們回答不了 隨後再表示 我不喜歡小時候 回答得相當曖昧 不禁惹網民猜想 鄭忠基與女經理人雙雙的關係 是 你這些馬後炮也是狗側的 為什麼呢 如果 如果當時已經有這種曖昧 這個已經是當時的一個新聞 就不是現在找出來 是不是是不是 你看到她的影片 9分42秒 她的眼睛看著她 兩個過電 你不要馬後炮才行 這些 她是喜歡哪個員工 最幫得上的那個 中藝員工 跟那隻中藝員工 是不是一樣呢 都可以是一樣的 都可以是一樣的 未必是一樣的 但是都照顧她 就說她們 似乎有了 真的 她的眼神也是 幾 幾乎 幾乎 很傾無 很傾無 鄭忠基 你看她的雙雙眼神 真是可憐 吃得粗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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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兩個女人 在她身旁 鄭忠基 50歲 其實都是有點 因為她的年紀 又回不上一大了 那些三十多 四十歲 都是小十幾年 在她的年齡上 會覺得很國際 但是我 我看 因為日本看很多美女 你們看Disk AV 都知道 這些 很可憐 如果這些 發生了感情 告訴你 她們這些 很乾燥 真的很乾燥 這筆 不是用來食用的 範圍 但是她 都 沒有說她是 你們說她是 如果真的 就很可憐 所以表示體諒 你看到鄭忠基淺水灣的豪宅 原來是她的父親 是她的父親 是名下物業 我們看看 有個報道說到 是一間大屋 淺水灣億萬豪宅 究竟這間屋是誰 2011年 她和現任太太余思敏 結婚住淺水灣麗景花園 一級海景洋房 之後搬去大譚陽明山莊 如斯敏曾經IG上過豪宅 所以做人不要做到這麼絕 你沒有她 你便會住這些屋 所以有時做人有情有義 男人也是你這樣 中入去的位置 這些 看你怎樣繞 但不是的 嘴巴不可以 爭吵了 然後認衰 又有認衰的位置 你真是傻子 我真的覺得你是傻子 鄭總基 如果你是真的那件事 你這樣拿來認衰 何鴻燊 你當他娶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他有沒有跟太太認衰 他娶第二個 不會跟第一個認衰 取第三個 不會跟另一個認衰 取第三個 不會跟三二一認衰 你覺得這次做變上這個 那當然 不是什麼三官 是她的處境 鄭忠基本身她的家底 你想想她的性格是怕老婆 一句都說了 你猜她為人 人們說她是不可惡 這是你對她的個人看法 但鄭忠基如果看到她這樣做死狗 被人爆了這件事出來裝死狗 你本身是怕老婆 如果這些事情 當然我不會發生 如果我的性格放在我身上 我會怎樣呢 這樣解僱了她就算了 就這樣 以後沒有這個人存在 不要緊緊緊緊緊緊緊 說完了 我又不會跟著去美國戒走 我又不會寫一封信出來 說自己什麼什麼什麼 我不用說這麼多 然後又不是這樣 又是怕老婆 又是怕老婆 然後又是怕老婆 就是這樣 當她說鄭忠基很糟糕的時候 其實她的個人是很軟的 比較軟的 會是怕老婆 會是怕老婆的那種人 以後又要收藏自己 又要抑鬱 可能真的有些抑鬱 吃東西吃得這麼不開心 別吃了 不不不不 她可能真的不是吃東西 我們自己說 所有東西都是自己 幻想出來 你這麼有錢 你老爸鄭東漢 2018年2.8億 賣出淺水灣麗景花園單位 賺了2億 買回來的時候 6500萬 接著說 換貨用6500萬再買2100呎 大潭陽明山莊低層65室 哦 即是兩間屋 其實都是她老爸給的 其實她是個兒子 我真的告訴你 我是羨慕有妒忌的 我都說 我從小到大的志願做什麼 不是做明星是做二世祖 鄭忠基 她真的沒試過 沒有錢買玩具那種淒涼 搞到現在賺錢就是買玩具 哎真是 彌補我人生的遺憾 她沒有試過 她老爸很疼她 不過有人說 你是什麼敗家仔 什麼都敗家 他飛機那件事都賠了千多萬 那千多萬對她來說 又不是什麼大數目 一層樓2.6億的時候 跌了一點 交稅也不止 那個數字真的交稅也不止 有些敗家也不太敗家 沒有亂拍電影 那些不算很敗家 又沒有欠人錢 富二代 二世祖都可以這樣說 敗家仔就少敗家 客觀點來說 說數字就 有些怕老婆的性格 你看看 人有些 你說她無賴 她又不是無賴 她無賴 我剛才說的就是無賴 即是說 我解僱了她可以了嗎 外面打一單 再玩過 大哥 你人生苦短 五十歲人 你可白玩到七十幾歲 還可以玩 就有二十幾年夜玩 現在就 唉 所以說她 很可憐 很慘 那個圈子 看見的美女就多 真是賣到新的就少 你看她跟那兩個幕後 其實不是說什麼 跟那兩個幕後 即是梁家婦女款 都不是什麼油蜜風騷 油蜜款 兩個 那些眼神眉雷 眼去 好像fruiting 那樣 真是死了 真是大件事 你這樣搞 因為在沒得吃的情況下 差點變成鄧紹娟那樣的程度 哈哈 真是 做男人 看到你這麼有錢 唉 都是 所以 不要羨慕別人 這麼有錢 待會真的做了歌星 這個人又難玩 然後又搞這些事情出來 真是 不開心 但都是猜的 因為你自己 沒事的 其實抑鬱那些 你說沒事就沒事 有什麼天下本無事 容人自擾之 有什麼抑鬱 有些人說什麼藉口 藉口都不是跟我們說 所以我們不需要 有些人說批評他 藉口有藉口 藉口有藉口 他藉口不是跟你說 他跟老婆解釋而已 所以我覺得 你根本就不需要出這些聲明 你直接跟你老婆說就可以了 你什麼都不用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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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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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開心 你走出去 跟老婆說就可以了 不用發聲明 說自己出去 你基本上去哪裡 你全世界去哪裡 都沒有人阻止你 所以這些事情 如果是私人事 就不用擺到台面說 如果是公事 公事擺到台面說 如果是跟錢銀有關 就直接報警 跟警察說 有什麼商業罪案調查科 所以這件事是匪夷所思 你們喜歡想的方向 就是這樣 像我昨天說 她老婆根本不是小三 人家是小三 人家是小三 但依然有人說 你覺得 你這件事 你想什麼 調轉巡蠻一次就可以了 你自己說 也不是那回事 你自己覺得是那個版本 我們看完時間聚 不是 還要說是 做傳媒 我知道有些是 為點擊 或者什麼 就會說一下 但裡面的內容 你又說到此時而非 他明明不是這樣 有些人說到 是 沒有益 不是幫他 是是不是 又不是 說起這些 就這樣 大家都 都辛苦 如果要跟進這些事件 像大媽春那些 那些反而是關關我們事 那些是納稅人 說給錢 你去租酒店 我都捨不得住 707元 我有份納稅 頂你的肺 納稅給他租酒店 那些是關我們事 大大力 大大力插進去 鄭忠基那些 不關我們事 有他們自己 有個真實的版本 他們自己解決 他早有一天出來 唱好歌給我們聽 有什麼大不了 和心穎和許智安打機 都拍了出來 在的士上 又出來唱歌 跟他老婆 在紅館裡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大事件 不要入氣太深 還有抑鬱抑鬱 搞到 搞到 那隻手的小提琴 真是大吉利是 可以了 富龍哥 你沒事的 問候一聲 就是這樣 下次再說其他娛樂新聞